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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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好 今天两个章节介绍了量子系统 就是光量子的传输资讯 和超导量子如何实作 就是量子电路之类的 那我们这个章节要开始就是 讨论就是 如何再利用这样子的量子系统来进行加密的 就是利用它进行传递密码之类的讯息 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一开始 第一张最前面的那个图 就是假设我们浏览器要去看中心台主机的时候 那会做什么事情 那如果有一个 我们浏览器跟中心台主机有共用一个金钥的话 那金钥可能是0或1 那么传递讯息的方法就是 中心台主机想要传递0或1给我的话 他就是看我们共同知道金钥是0的话 他就传递本来的数字 1的话就传递1减掉那个数字 就是那这样子 然后像我们解密的话 我们有这个金钥我们也可以进行解密 就是如果本来是0的话 我们就知道传递的讯息就是 中心台主机想告诉我们的讯息 然后1的话就是我们就知道传递讯息 不是中心台主机想告诉的讯息 就是0就是反过来 那在第一张跟第二张的时候 我们传递这个金钥的方法 让中心台主机和我们浏览器 共用这个金钥K的方法是 我们用RSA 然后把金钥用网路的方法来传递到我们的电脑里 之类的 或者是制造出一个金钥 让我们同时共享一个同样的金钥 那在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要改成用就是量子的电路 然后来传递这个金钥 所以我们大概会解释一下 要怎么样用量子电路来传递这个秘密的金钥 然后并且之后我们才可以 电脑才可以用这个金钥来进行 传递别的其他秘密的讯息 有人可能会问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量子电路传递 或者是之前RSA的时候 我们不直接传递讯息就好 对 那就是我们之前有说就是 如果之前传递讯息的话 只单纯用来传递讯息的话 就是RSA单纯用来传递讯息的话 这很没效率 因为RSA动作很慢 好 那对量子计算而言 那个我们的预算法 其实它不能用来传递资讯 它只能用来在我们跟对方 要沟通的对象之间 建立一个共同 我们两个都知道金钥 但是它没办法传递资讯 所以说如果对RSA而言 我们之所以不用Casing RSA 不直接传递Casing RSA很慢 那对量子通讯而言 那我们不之所以直接传递Casing RSA 是因为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那我们接下来会进一步讨论 就是如何传递这个金钥 首先就是大家可以去IBMQ Quantum Composer 然后把从左边拉那个Gate 然后做出像左边这个样子的Circuit 那如果对于这个东西 其实应该没有很困难 但是如果对于这一点 不是非常熟悉的同学 那优老师量子程式设计那边 有详细的介绍 就是一步一步详细的介绍如何 利用IBM Quantum Composer 然后来做量子程式 那在这个量子程式里面 那我们这边不会详细介绍 我们介绍的方法会比较像是 像我们第三章第四章一样 我们把它当成是 IBM Quantum Composer 当成是一个物理现象 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看了这个物理现象 我们解释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 好 那在上面的部分 它是我们要 拉出来量子电路 然后我们 经过H跟CtrlNut之后 它做出来这个电路叫做 EPR配合或者是BailState 那 然后这一个量子电路里面 是两个QB组成的Q0跟QE 然后Q0跟QE就是我们像是两个光子一样 或者是我们之前说两个电子 或者是两个超导线圈或什么之类 它们是可以分开的两个QB 下面的东西是量子电路测量出来的 我们用模拟的量子 就是IBM Q0它们的云端的方法 它们这单纯只是模拟出来的结果 并不是真的在量子电脑上执行出来的结果 如果我们要真的在量子电脑上执行 但是它其实是可以在真的量子电脑上执行 你也可以直接在量子电脑上跑 然后它就会直接告诉你执行的结果 对 那如果要直接去看执行结果的话 如果要在量子电脑上跑的话 就按右上角STEP&RUN 对 那进到STEP&RUN里面之后 左边会列出所有它线上可以提供的量子电脑 那你可以选择要哪一个电脑电脑 那目前因为这我截图有点旧了 所以它只有5个Qbit 但是如果现在新的可能有到几百个Qbit之类的 所以说就是看你可以选哪一个 那通常我选择的时候就挑等候的 就是因为它不是即时执行 它要排队 就是等前面的执行完才轮到你 所以说我通常就是挑排队的人比较少的 然后选一台量子电脑要执行 那除了真的量子电脑之外 它上面还有别的simulator 就是别的模拟器 但是它可能是比较强的模拟器之类的东西 就是还有些别的模拟器 你也可以在模拟器上跑 然后比较在正电脑上跑 就是不是在composer上的模拟器 而是另外一台独立的模拟器上跑 跑出来的结果 那你选好你要跑在哪个电脑上跑 然后你可以说这个量子电脑你要跑多少遍 然后设完之后 然后你可以按开始跑 它就会开始把这个你要执行的量子电脑 然后送到它量电脑的等候区里面 然后等待排队 然后等到排到你之后 那像这边的话pending就是你还在排队 那你可以去喝杯咖啡睡个觉 然后早上醒来排 就执行完了之类的 那执行完之后它就会显示complete 就这样执行完了 然后执行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它真的在量电脑上执行的结果 然后这边这四个 001 10跟11 四个执行结果 那00跟11 就是的确就是比较高 然后10跟11 那理论预测 他们不会测量出01跟10 但是实际执行的时候 还是总是难免会有误差 所以说会有一些 极小的几率还是有到01跟10 所以这个量子程式还是不够完美的 那如果你想要真的实际应用这种东西的话 你就必须要想办法去克服这些误差 那这部分细节 目前我们这文课不会讨论 但是就是总之就是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如果你实际用量电脑 你看我至少我截图的时候 这个量电脑还误差都还有那么一点大 所以说就是你 我们虽然理论上有些量子的演算法 但实际在量电脑上做 还是不见得真的可以 就是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可能要等到未来误差变得更低的时候 那这些量子演算法能更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